毕竟為外國入境要騎駕駕駛的人 為機長要躲回去坐台中文書崗古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就選擇 為新列三個契事去 要來推薦風格車隊 機長白班駕駛車 也還有造車 業者 付接接送 若是人家要躲回去同市市來 這樣就算低度 就要照跳廟來算錢 另外若是登堂 駕駛車錢 就是國體駕駛的兩杯 上舟一千塊 按算七萬一禮拜 3月11日後 入境就要騎駕駕駕駛的人 可能若是為貴坐台中文書崗古 上改當法100萬 另外 台灣國體也選擇 清明少林三家旗 出銷全部車方主優租 全車都要對河 要來降價稍微風險 在機長白班的客廳車 前前的報告 特別表示 這些都是方約的車隊 服氣接送的任務 因為3月11號開始 對國外入境 需要在出來駕駛的人 對機長回去 禁止來坐台中文書崗古 為貴上官可以發100萬的法金 有需要的客人可以來坐 公約的客廳車隊 接受就是這個防疫的工作 我們就必須要載 被排班了 排到了 你總是要載吧 該消毒的通通都有 防疫的車隊 是排班的客廳車跟出租的車 來造成的 扶植店對店來接送 希望可以減少單車的時間 降級感染的方向 另外 也比較容易對中管理 還可以保護車客的溫習 目前幾月 公約車隊 以上山機長有1,200架 最多 再來是 投票機長到收港機長 若是機長到誰 要去的地方在一個館市 尚起第一度 會用跳廟來計算 若是當地 就會用隔壁兩杯計算來計算 若是車錢不到1,000元 也是用1,000元來計算 以上山機長 坐各個用為了 誰 最多只需要負擔2,980元的車錢 其他的費用 政府會來保抵抵借 對於願意來載運的計程車駕駛 也有部分的車資的補貼 另外 隔壁的方向 也都在心急 清明冷革機関 自由這個會來聽賣 只會賣對好的車票 也會暫時停機輸用 定期票和油油卡 車票也算在三個 最後翻點來開賣 就怕車 洛南 翁北 兩億 變作是方向 交通運送工具 已經是全民都準備好了 現在 綜合報道